大家好,这是萌新射手冲击最强王者的第一节课 我是狼队王者荣耀分部选手 如果咱们要选择发育路作为我们的位置 那么首先就要稳重 稳中带胸,稳中带胸 因为射手是一个队伍的核心 像一个队伍五个位置 打野是节奏点 中单起到一个中轴作用 要守中塔,边路边弹 辅助协助队友 而射手作为一个队伍的核心 前期发育,中期带节奏 后期就可以秀起来 一打二,一打三 队友就至关保着你 跟着你打节奏,跟着你打推塔 所以说作为射手 就要大胆中还带有心细 而且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每个技能都留好 当射手经济高的时候 打起来也是非常爽的 射手主要是平A嘛 而经济一高,平A就是爆发 今天第一节课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 现在发育入的16个英雄 以及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克制关系 总体来说 射手的选择会根据BP和整体阵容 做出相应的调整 虽然版本的增强和削弱 会导致某些版本里 出现一些T0级别的射手 出场率特别高 但从职业选手的角度来看 每个英雄的机制 会使他有自身独特的使用环境 和操作技巧 没有绝对意义上无敌的射手英雄 那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新英雄莱西奥 他的特点就是后期收割 后期的输出非常高 莱西奥很适合收割残局 如果自家的输出比较多 把对面都打成残血的话 莱西奥是很容易完成收割的 在克制关系方面 莱西奥比较好打马可波罗 此外打公孙李也还不错 但是他不好打克亚 打孙上香就更难了 另外莱西奥也打不动大牵牌 像张飞和白起这样的英雄选出来 他就有点刮杀了 艾琳的特点就是法伤 当队伍没有法伤的时候 选出来弥补队伍没有法伤的缺点 比如说中路选择的是没有法伤的英雄 或者是法伤比较低的工具人 像张良这样子 艾琳是一个靠大招和平A的英雄 他的大招开起来之后 一共有18支剑打一个法术爆发 艾琳这个英雄呢 比较好打马可波罗 也很好打鱼姬 因为鱼姬的二技能是免疫物理伤害的 所以说比较怕法师 不过艾琳非常怕别人poke 因为他的腿非常短 特别害怕白礼守约这样的英雄 也很怕肝匠 嬴政 猫咪 这种poke能力很强的英雄 艾琳非常怕对面手长 也是非常怕加罗这样的英雄 当你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 你的血就已经没了 萌芽的特点就是平推 他的平推更多的是杀人型平推 萌芽他一般对线都会把人压在塔下 这个时候来个队友可以造成击杀 算得上是一个打节奏的英雄 而且这个英雄呢 也是非常吃暴击和压制能力的 他的特性就是一技能可以一直对着别人凸嘛 打没有位移的射手 对线是非常好压制的 因为当你的二技能减速到他之后 一技能基本上都能一直凸凸凸凸死一个碎皮 另外萌芽还有高额的回血 打谁都是非常能打的 特别能针对一些比较笨的英雄 萌芽打爱琳就特别好打 打孙上香打鲁蛋都不错 不是很怕百里守约这样的英雄 萌芽打黄中狼狗和鱼姬都是很好打的 如果带进化也可以吊打李远芳 另外也可以克制后裔 所以说萌芽这个英雄本来就是一个线霸 但比较害怕可以牵制带线的英雄 就好像马超关羽 还有能拉到你的西施 有很多英雄萌芽根本就打不了 他比较害怕对面灵活的射手 就像瓦可波罗 公孙黎 如果一直去边路带线的话 萌芽根本就管不过来 而且对面如果比较灵活的话 萌芽连追都追不到 加罗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的被动可以对有护盾的英雄造成等额伤害 意思就是说 他A一个人本来能打100点伤害 但如果说对面有护盾 而且他的护盾是高于100点的 那就可以打200点伤害 给他的护盾也造成等额伤害 所以说加罗就非常克制 对面带护盾的英雄 好比说张飞 嫦娥 嫦娥的蓝就是他的护盾 所以说嫦娥特别怕加罗 加罗神装的时候 三剑就可以把嫦娥给秒了 另外他也非常克制手短的英雄 比如说敌人杰 马可波罗 打爱莲也特别好打 没办法 一寸长一寸强嘛 就是手比你长 而且加罗一级兑现 也可以恶心很多射手 点一技能一直敲他就完事了 团战也不容易死 不过加罗非常怕一些凸脸的英雄 就好比李元芳 鱼姬 对线时稍微不注意 他直接贴到你脸上 就把你给秒了 公孙黎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 上线高 打任何阵容都是能操作的 对线非常厉害 不容易被针对 三个技能都是位移 而且这三个技能是可以相互组合的 但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下线非常的低 很容易暴毙 如果说你对他的熟练度不够高的话 可能打团打着打着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所以说公孙黎的话 更多的是要吃一个操作 只要有操作 打什么都能打 公孙黎比较怕中后期的鱼姬 前期对线也打不过黄中 比较难打敌人杰 但是在出完末世之后就不怕敌人杰了 有狂暴 逮到敌人杰 连招打好就能把他秒了 打其他的都可以打 而且都偏好打一点 但如果对面选了个萌芽 再配上张飞或者桑奇 那公孙黎对线当然也是不好打的 白礼守约这个英雄的特点 就是二技能鞠人 进行一个超长距离的消耗和击杀 只要白礼守约二技能鞠得准 就是无敌的 除非对面选个盾山 缺点就是你鞠不准就没有输出 而且现在你想用平A去打伤害 几乎也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说白礼守约就是给鞠得准的玩家去玩的 守约克制一切射手 但也能被一切射手给克制 李源芳打他会好打一点 因为李源芳打白礼守约有大招 比较好倾线 而且有二技能可以突进 另外公孙黎打白礼守约也会舒服一点 他的二技能可以挡白礼守约的二 黄中的特点就是移动堡垒 他的大招的范围非常大 外号黄七炮 刺客来直接坐下原地反杀 黄中这个英雄自保能力也是非常的差 如果队友选择蔡文基跟他搭配 双抗会非常的高 这样的话对面不管谁来切 基本都死不了 打团的时候原地坐大加双抗 保证自己不死 缺点很明显 就是太笨了 很容易脱节 队友上去开团 你在后面架炮是打不到人的 所以说黄中更多的是打反打和平推 对线呢非常非常好打 公孙黎和敌人杰 打马可也是压着打 千万不要拿来打白礼守约和后裔 秒变定点吧 成绩四汗的特点就是移速快 如果旁边有草丛 那移速就会增加 游击能力比较强 吃钱就吃得比较快 成绩四汗在这个版本不是特别的强 因为影刃这件装备对于他来说 性价比不是很高 他的缺点就是发育时间过长 对线呢也比较弱 所以说这个英雄对线期也比较短 经常可以看到成绩四汗一直在发育刷野 发育起来之后再去打团 打马可比较好打 其他射手真就没有特别好打的了 克制他的英雄有李元芳 公孙黎 孙上香 加罗 白礼守约 还有萌亚 因为前期他的伤害不高 人家的poke能力又非常的强 他跟别人对点是点不过的 后期这个英雄也是一般般 打肉的能力也比较差 对面打野也很容易切到狼狗 所以说新手的话不建议学习 鱼姬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怕刺客的英雄 因为他有一个二技能免疫物理伤害 刺客来切你 开二技能直接反打就行了 所以说鱼姬非常克制 马可 公孙黎这些带有刺客属性的射手 也克制刺客打野 像李白 韩信 蓝 镜 都是非常克制的 另外鱼姬也比较好打加罗 出了无尽或者暗影战斧之后 吸到加罗就是能秒 他还比较好打敌人节 因为有消耗 而且敌人节的爆发也秒不了鱼姬 不过鱼姬非常怕爱琳 因为爱琳是法术障害 如果说你主动用大招去踢爱琳 爱琳开出大招之后 就在这短短的一秒多 都有可能把你给秒了 李元芳的优点就是抗压能力强 你感觉不好打对面射手的话 就可以选一个李元芳去抗压 而且李元芳在中后期装备成型之后 输出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这个英雄的爆发非常高 所以说在遇到脆皮落单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二技能滚脸去秒掉他 只要暗影战斧一出 可以秒一切脆皮 李元芳比较害怕敌人杰 天克英雄 因为敌人杰的二技能 可以截李元芳的印记 截李元芳的爆发 你在兑现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 后翼这个英雄的特点就是大招 想玩好后翼 你不单单要学会如何输出 还得学会大招如何开团 大招只要射得准 你就能创造奇迹 你一个射手把对面射手给开到了 那对面还怎么玩 直接不就一波了吗 而且后翼是一个养猪核心 因为他的一技能有分裂剑 伤害能来得更快 后翼打团不太强 但对线还是挺强的 打其他14个射手 都是能正常对线的 没有天敌 敌人杰这个英雄 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推 他的平推是推塔型平推 首先他的被动 可以增加攻速和移速 其次他的第三张牌 可以在塔外磨塔 还有一个大招可以减双抗 所以说他不是很怕坦克 大招黄牌定住 直接减双抗 伤害就非常的高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战士敌人杰 因为他可以出法球流 有两件肉桩 就非常的肉 而且法球流伤害本来就不低 那谁还打得过你 敌人杰好打公孙黎和马可 天克李元芳 打孙上香 只要操作好就行 比较怕黄中和加罗 这两个英雄他完全打不了 另外还比较怕鱼姬 因为鱼姬的爆发是非常高的 马可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顺风无敌 这个英雄的玩法非常灵活 如果说你对线打不过别人 那你可以把塔直接给放掉 然后到处游走 到处蹭前 等一个电刀漠视 你就能正常打团了 而且马可波罗非常克制坦克 他有真伤还很灵活 遇到坦克 你追着他点 他也没有办法 真伤也就是真实伤害 可以无视物抗和魔抗 就好比你有100点伤害 对面有物抗 那你肯定打不到100点伤害 而真伤就可以造成百分百的伤害 但是免伤依旧可以减少真实伤害 对面如果是夏侯敦和猪八戒 你就可以选择马可去打 他缺点就是自带逆风 每个射手对线都能掉到马可 尤其是戈亚 他太灵活了 总的来说 不要用马可去打戈亚 公孙黎还有鱼姬这些英雄 鲁班七号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鲁班七号面前没有前排 他是非常适合新手的一个英雄 他最牛的地方就是 不管对面出的什么肉装 只要装备起来 三艘子必然把他带走 任何人都是脆皮 但是呢 他的缺点就是自带仇恨 容易被切 鲁班七号对线好打敌人节 马可 狼狗 后裔 还有哥亚 但是他非常怕白礼手约 因为鲁班七号扫射的时候 是原地不动的 还会有一段僵直 白礼手约可以把鲁班七号当定点吧 孙上香这个英雄的特点就是后期真合 因为孙上香他有很多的位移 而且比较灵活 不容易被切 后期伤害也特别的高 二技能可以减甲 还有额外的伤害给对面 减甲之后 队友也可以激活秒掉他 孙上香的缺点就是发育时间太长 没有三件套 伤害都非常的低 而且他一定要有碎心锤或者说破晓 他才会有很高的伤害 孙上香比较好打马可波罗 李源芳还有狼狗 打公孙黎就要看操作 对线也没有天克他的英雄 打谁都是能打的 戈亚这个英雄就比较灵活 经过长时间各种各样的加强 他现在打什么射手都是能打的 他的大招可以把人困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团技能 当你看到对面没有位移的射手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出戈亚 用大招去开他 戈亚一般打团战的时候 就在边缘输出 对面残血之后 一个大招再加平A 就可以打一套很高的爆发 前期对线打公孙黎比较容易 打敌人结合马可就更容易了 可能对线就比较害怕鲁班七号 因为鲁班七号比他还要猛 伤害还要高 除此之外 他也比较害怕前期的加罗 第一期咱们先简单地了解了 发育录射手的一些特点 里面涉及到了一些出装 明文套组和连招技巧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里 结合实际的情况和场景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假设对面先手选出 进来打野 那我们掏出哪几个射手 比较好应对呢 请同学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回答 好了 这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咱们下节课再见